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 既是一场思想文化的滔剂盛宴 更是包袱不断的脱口秀大赛 庄子 莫子 韩非子 那都是顶级的段子手 个个都是有趣的灵魂 通过一个又一个令人判 叫绝的小故事论证自己的观点 宣扬自家的理论 这些段子后来很多也都成了成语 融入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在用 自想矛盾 买赌还猪 经不经典 烂鱼虫树 守株待兔可还耳熟 他们都是韩非子的杰作 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 韩非子直接霸气地留下了154个成语 堪称古代最牛的段子手之一 这一期我们就以韩非子的观点为导向 谈一谈他那些快智人口的经典段子 其中很多并非这成语 但同样发人深信 回味无穷 首先 韩非子认为 管理国家一定要以实际效果出发 你能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作为核心价值 万不可为学者们虚妄地说辞给忽悠了 韩非子在《难易》中讲了个段子 说是历史安一代的农民 相互侵占田地 泄斗不止 而顺到那里去种田 通过道德感化当地人 一年后 各家就再没有发生矛盾 黄河的渔夫相互争夺有力的捕鱼位置 而顺到那里去打鱼一年后 人们都领让年长的人 也再没有发生任何的纠纷 东夷的陶工制作的陶器质量非常差 而顺到那里去制陶 一年后 大家生产的就都是合格品了 孔子认为 种田 捕鱼 制陶 这些都并非是顺所擅长的 但他以身作折 亲自吃苦耐劳去干这些活 就是为了纠正败坏的社会风系 看来要想让天下大智 必须要用圣人的道德去感化 而韩非子的这种说法嗤之以鼻 顺用三年的时间去纠正了三个错误 他自己能活几年呢 天下像顺这样的人又有几个 天下的过错 无穷无尽且无休无止 用有限的生命和个体 去纠正无休止的错误 效率姑且不说 这明显就是缺乏智慧的 如果用法令 该赏则赏 该罚则罚 早上下达 傍晚就纠正了 晚上下达 第二天早上就纠正了 十天之后全国都可以纠正完毕 何苦要等上一年 顺没有劝诫姚才去法令 而是亲自受苦去感化民众 说明他本人也是治国无方的 况且像纠正风气这种事 如果用感化 即使姚顺这种圣人也不一定能奏效 而能力一般的君王 只要通过法令就可以轻松搞定 这足以证明 儒家口中所谓的先王之道 是不懂治国的 他们说的话虽然很感人 也很美好 但就像小孩子过家家时 以泥巴做食物 捏成各种美食 但当真饿的时候 还是得乖乖地回家吃饭 如果君王信了他们的话 那就被忽悠到沟里去了 韩非子又举了一个 墨子接地气的例子 楚王对田丘说 墨子这个人做事还行 但说话不好听 这是咋回事呢 田丘说 当年秦军嫁女儿给晋国的公子 让晋国准备 七十个穿着华丽的丫鬟来伺候 然而晋国的公子 只喜欢穿着华丽的丫鬟 却不待见清国的公主 又好比正国人买楚国人的珠宝 只喜欢珠宝的盒子 却不待见珠宝 像在社会上流行 芳香且美好的漂亮画 君王只看中这个人的口才和文采 却忽略了这些画是否真的有用 墨子是有大才的 同样也很接地气 他是想把真知灼见 让底层的老百姓也能听懂啊 所以才忽略着辞早 如果宣宾夺主 让百姓只专注于口才 而忽略了话语本身的价值 那就和秦军嫁女和买赌还猪一样了 所以韩非子强调 明君一定要务实 要抓住问题的核心 更要善于识别真伪 比如他在外出说组上篇中 讲了一个卫国人忽有燕王的段子 燕王特别喜欢小巧玲珑的物件 一个卫国人跑过来说 他能在荆棘的刺尖上雕刻猕猴 燕王很高兴 用三十平方里的土地去供养他 之后燕王说 很想看看他在荆棘尖上雕刻的猕猴 那个卫国人却说 君王要想看猕猴啊 必须半年之内 不能去后宫跟妇人们睡觉 不喝酒不吃肉 且在雨亭日出阴阳交错的时刻才能看到 燕王供养着卫人 却不能看到猕猴 还要过半年苦行僧的日子 感觉十分的郁闷 这个时候啊 他手机的铁匠对燕王说 我是做削刀的人 任何雕刻的东西啊 都离不开削刀 被雕刻的东西一定会比削刀的刀尖大才行 现在的情况是 没有任何一种削刀的刀锋 比荆棘的刺尖还要细小 大王不妨看看他的削刀是啥样的 于是燕王就把那个卫国人叫过来 问他雕刻猕猴用的是什么工具 卫国人回答是用削刀 燕王就让他把削刀拿出来看看 那个卫国人找了个借口 说是回住处去取 接着他就逃跑了 另外还有一个宋国人 靠着白马飞马论 脖子击下学功的牛人们都心服口服 然而当他牵着白马过城门的时候 还是得乖乖地交白马税 所以韩非子认为 治国的效果就像射箭的靶子 能次次射中靶心才是真正的高手 如果不以靶子来检验真伪 任由射手随意射 即使姿势再优美 动作再华丽 也全都是假的 正如学者们的虚妄之言一样 说的再好听 再高深莫测 对于实际解决问题也是全无用处的 每个人都愿意为后翼那样的使射手举靶子 因为他们放心 可当顽皮的孩童玩弹弓的时候 慈哀的母亲都要躲得远远的 就是这个道理 画师画牛羊狗马这种东西很难 因为牛羊狗马经常可以看到 像不像呀一目了然 但让他们画鬼怪却很容易 鬼怪从来没人见过 画师们就可以胡编乱造 天马行空的自由发挥 所以韩非子就是要告诉君王 学者们凭借以讹传讹的先王之道 和圣人之言实施诈骗活动 就像顽童打弹弓一样危险 足以毁掉一个国家 让他们面对严格的靶向考核时 却连一个人也骗不了 除了以实际效果出发 防止被学者们欺骗外 韩非子还提醒君王 一定要留意身边的人 识别他们的伎俩 不要上当受骗 韩非子在内处说下六威中 讲了个段子 魏王送给楚王一个美人 楚王很喜欢他 楚王的王夫人郑秀 知道楚王很喜欢魏美人 也表现得十分喜欢他 甚至比楚王还要喜欢 给了魏美人很多漂亮的衣服 和气针一碗 楚王因此夸奖郑秀说 夫人喜爱魏美人的程度超过了我 这是孝子对待双亲 忠臣对待君王的态度啊 时间一长 郑秀知道楚王不怀疑自己的嫉妒 就偷偷地对魏美人说 大王很喜欢你 但不喜欢你的鼻子 以后见到大王的时候 你要经常捂住鼻子 这样一来 大王就会持久地宠爱你 魏美人不只是忌呀 之后每次见到楚王都要沿住自己的鼻子 楚王不解 问郑秀 郑秀一开始 故作神秘兮兮的说不知道 后来在楚王一再地追问下 他终于说出了原因 是魏美人讨厌楚王的口臭 一听这话 楚王大怒 立刻下令把魏美人的鼻子给削掉了 韩非子讲这个故事 就是要提醒君王 每个人都有算计之心 凡事一定要明察秋毫 以利益为导向来明辩是非 万不可期待什么好人奇迹 如果只凭借儒家的忠孝仁爱来审舍他人 那可就只有上当受骗的事了 还有讲了个更犀利的段子来提醒君王 千万不敢表现出自己的喜怒秉性来 不然就很容易被小人利用 其国有个叫一舍的钟大夫 陪齐王喝完酒 醉醺醺地从宫里走了出来 身子依靠在栏门上 一个说过勘教刑罚的守门人请求说 您不愿意赏给我一点吃生的酒吗 一舍怒骂守门人 滚开 你这个没有被砍死的家伙 竟敢向老佑我讨酒喝 那被砍了脚的守门人一声不吭地退下了 等到一舍走后 他便在栏门的屋檐下洒了一些水 第二天 齐王走出来看见栏门下面潮呼一片 就问守门人 谁在这里尿尿了 那被砍了脚的守门人回答 我没看见有人在这里尿尿 不过昨天钟大夫一舍曾经站在这里 齐王一听这话 勃然大怒 一刻下令把一舍给杀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被砍脚的守门人之所以能害了一舍 是因为他摸清了君王的脾气秉性 如果君王看到了假装没看到 听到了假装没听到 知道了又假装不知道 然后多方面调查 一一询问 小人又怎么能够得逞呢 正是因为小人摸清了君王的喜怒特点 才能实施借刀杀人的伎俩 再比如中山国有一个地位低下的公子 马很瘦 车很破 有一个跟他关系很不好的人 跑到中山国军那里进言 说说那位公子很可怜 马匹瘦弱不堪 大王何不赏赐他一些马的食料 中山王不愿意 没过多久 那人就偷偷的指使人 趁着黑夜烧了中山国军的马料裤 中山国军立刻认为 就是那个贫贱的公子指使人干的 于是下令杀了他 韩非子提醒君王 君王拥有赏与罚的权利 这是比有用心之人经常蒙蔽他的原因 君王也因此要比寻常人承受更多的欺骗 这些奸血们通过摸清君王的脾气秉性 惺惺作态的演戏 以谋取私利 亦或者借刀杀人 所以啊 君王一定不要表露出情绪 更不能偏听偏信 赏一定要赏到该赏的人 罚一定要罚到该罚的人 这样国家才能治理得好 别人也不敢愚弄君王 这也是韩昭侯坚持要独自睡觉的原因 就是害怕晚上说梦话 让夫人们看出了自己的心计 除了不能表现出喜怒情绪外 韩非子还认为 英明的君主都懂得从厉害的角度反向思考 国家受害 就要考虑谁能从中得利 臣子受害 就要考虑和他厉害相反的人 比如 魏国有一个大臣叫陈虚 他跟楚王的私交很好 因而让楚国进攻魏国 然后他再请求魏王前去和楚国讲和 这样他就借助楚国的力量 让自己在魏国当上了相国 君王要是看不出这层厉害关系 那可就成冤大头了 赵羲羯在楚国专权的时候 曹廖库失火了 但找不见是谁干的 赵羲羯就命人把卖茅草的人抓起来审问 最后证明啊 果然就是他放的火 韩昭侯在吃饭的时候 发现汤里有一片生肝 不责怪厨师 而是审问厨师的助手 最后证明啊 那个生肝果然是助手放的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制造错误 从而让国君赶走厨师 除了要留心身边的人 也要被蒙蔽欺骗外 韩非子还强调 千万不敢滥失人证 那样只能让国家走向灭亡 韩非子认为 君王有太多的人爱 法治就难以建立 赏了不该赏的人 无故减轻了罪犯的刑罚 就会让国家走向衰败以致灭亡 比如韩非子在那处说 上七树龙讲的段子 卫会王问补皮 外面人都怎么评价我呀 补皮回答 外面人啊 都说大王仁慈 广是恩惠 卫会王沾沾自喜道 那我的功德达到了何种境界了 补皮回答 快到了国破家王的地步了 卫会王不解 联邦问为什么呀 补皮回答 没等到别人立功 就随便赏赐 那谁还愿意为国家出力呢 以后赏赐减少了 还会招来抱怨 犯了罪也没有得到重罚 犯罪成本低了 但犯罪的非法收益却很大 那等同于鼓励大家都去犯罪了 这样的国家不衰亡还等什么呢 再比如齐桓公有一次喝醉酒 把帽子给丢了 感觉很没面子 三天没有去上朝 管仲知道了这件事后批评他 说不上朝是国君的耻辱 如果觉得丢帽子丢人 何不做出政绩来洗刷他呢 于是齐桓公就开仓政绩穷苦的人 放掉了犯了轻罪的罪犯 以显示自己的人爱之心 结果第三天 整个齐国的人都在说 国君如果能天天丢帽子就好了 有见识的人指出 齐桓公根本没有领会管仲的意思 他只是在小人面前洗刷了耻辱 但却在君子面前变成了更大的笑话 穷苦的人为什么穷苦 到底是因为懒惰不上进 还是由于灾荒疾病 犯罪的人为什么会被抓 是因为抓错了 还是确实有罪 如果因为灾荒疾病 老百姓变得贫穷了 国君还不赠灾 要等到帽子丢了以后才赠灾 那这个国君又有够空溃的 而如果没有灾荒疾病 只是因为这个人懒惰 或者不会过日子 那么证据他就是赏赐无功的人 拿勤劳人家的钱米去接济懒汉 这样百姓就会抱着侥幸心理 期盼从国君那里获得意外之喜 而不努力地工作了 同样如果说犯了罪 抱有侥幸心理 觉得在某种偶然事件下会被释放 那民众就会为非作歹 国家就不好管了 政治还会去创造这种偶然事件 韩非子说 这个浅显的道理呀 连孔子都懂 罗埃公曾经问孔子 春秋里记载 冬季十二月 却没有把窦内作物冻死 为什么要专门把这条给记录下来呢 孔子说 这讲的是应该造成伤害的 却没有造成伤害 等同于该处罚的却没有处罚 这样的话 陶树和礼树冬天都会结出果实来 天道失去了常规 草木都要违抗他 更何况国君与百姓呢 韩非子强调 赏也好 罚也好 都不能帮有侥幸心理 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治理得好 比如董却在担任上党军守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悬崖 就问当地人 有孩童 聋哑 或者傻子疯子掉下去吗 当地人说 没听说过 董却又问 猪马牛羊有掉下去的吗 当地人说 也没听说过 董却感慨 要是治理国家 让法治能和这深渊一样 让傻子疯子 还有猪马牛羊 都没有侥幸心理 不敢触碰红线 那怎么会治理不好呢 韩非子又举了一个 魏四军用城池换罪犯的例子 以说明天网恢恢 数而不漏的重要性 魏国有一个罪犯逃到了魏国 因为他会点医术 就给魏惠王的夫人治病 算是立了功 魏四军知道后 提出愿意用五十斤来赎回罪犯 然而使者来回王反了五次 魏王就是不放人 后来魏四军提出了 要用一座城来交换罪犯 进士和大臣们就劝阻 用一座城去交换罪犯 这太不值得了 然而魏四军却说 这不是你们能懂的 智不在小 乱不在大 如果法令不能贯彻到底 那会让整个国家衰败掉 到时候丢的就不止一座城了 魏王听说这件事后 感慨道 魏军是真正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了 而我去阻挠 破坏法令的贯彻 这对我的国家也不好 太不吉利了 于是就把罪犯装上了囚车 无条件的将他押回了魏国 韩非子对仁爱的理解 依旧是以最终结果导向为标准的 让勤劳的人得到公平正义 让作奸放科之辈一定要受到惩罚 那么国家就会繁荣昌盛 百姓也能安居乐业 而这些绝不是靠没有英国的 盲目烂人能做到的 当然还是那句话 韩非子的一些说法 具有很强的时代局限性 是受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决定的 万不可生单硬套 我们只是汲取其中的精华 和辩证的思维即可